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 咱们聊的是清代紫禁城当中的大内侍卫 至于您 在这段书当中能没能听出大内高手的味道 这我不敢确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徒我呀 他能力有限 总之有一点咱们得认清楚 这一点呢 是作为一名大内侍卫的关键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作为一名大内侍卫而言 对主子的绝对忠诚 远比你武功高强要重要的多 那句话说的有道理啊 您什么时候看见过一个兵捉一个贼呀 都是一队兵捉一个贼 倘若真的有人敢刺亡杀架 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大殿侍卫们 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擒货 这赢的就是人多打人少啊 双拳难敌四十手啊 这满清第一巴头鲁敖哨宝 就让一群小扑户 摁在地上一顿的摩擦呀摩擦 最后给逮着 观大狱里了 那么说要是来的人多怎么办呢 来的人多呀 那就不叫刺亡杀架了 那就是战争 您比方说吧 在城北土木堡 八千多瓦剌骑兵 把皇上围中间了 这是什么呀 战争中被俘 那两码事儿 大内侍卫呀 那会儿啊帮不上门了 其实呢 这大内侍卫 他也是分阶级的 有人说废话 这侍卫本来就分级 一二三等侍卫 还有兰陵侍卫 是从正三品 一直到正六品 他品级差着呢 他能没接级吗 不对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呀 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您看这个高等的侍卫 他干什么工作呀 高等的侍卫呀 又被称作前清门侍卫 还有就是御前侍卫 从名称上啊 我们就能分得清工种 这前清门侍卫很明显 是替皇上家看大门的 咱们都知道啊 天街后边的前清门 以礼 那才是真正皇上他们家呢 那里边啊 是内庭 这前清门侍卫 自然就是保护皇上一家大小 身家性命的第一道关卡 那么这御前侍卫呢 也就是啊 在皇上书房门口站着的那俩人 这个就更厉害了 令相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一步之内雪剑当场啊 再柔弱的人 在那么近的情况下 对你不利呀 也是很简单的事 所以说这些御前贴身侍卫呀 那都是直接保护皇帝本人的 那更是皇上最信任的人 这个前清门侍卫和御前侍卫 那都是皇上在侍卫堆里挑出来的 通常啊 都是一二三等侍卫 没有蓝领侍卫 那有人说 为什么不都挑一等侍卫呀 这个侍卫的简拔呀 它是逐级有组织结构的 三等侍卫升到头等侍卫呀 那朝廷是有规制的 不是说这皇上一高兴 就能够越级提拔 可是这皇上看中你了 觉得你啊 能够保护他的安全 于是就把你调到自己的身边工作 至于这个官嘛 你还是得一击一击倒 在这儿啊 咱们得说句实话 皇上身边就指这五百多侍卫呀 安全工作还真不能保证 所以说呀 咱们就得接着往下说了 这侍卫以下呀 又是什么兵种 这侍卫以下呢 叫亲军 这些个亲军呢 隶属于八旗上三旗亲军营 他为什么叫上三旗亲军营呢 其实啊 从这儿您就能够明白 因为这下午期的各位旗主也有亲军 至于这亲军的数量吗 吴定元 看您这旗主富裕不富裕 您能养多少就算多少 大清朝朝廷有规制 一旦皇帝出行 这亲军是随侍卫行走的 那也就是说呢 从功能上讲 这亲军和侍卫差不多 那么他区别在哪呢 哎 区别大了 很明显呢 这侍卫保护的是皇上 而这亲军保护的是旗主 您别忘了啊 这上三旗的旗主 就是皇帝本人 至于是如何减拔亲军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透着皇上架啊 那么不讲理 朝廷规定上三旗 满洲蒙古左领下 美左领挑亲军两名 那么是什么范围呢 这范围大了 只要啊 这个人他不是大内侍卫 什么前锋护军萧齐营 马甲布甲火齐营 什么水师信炮 乃至闲散俗辣 都能够竞争这个职位上岗 换句话说吧 凡是正身其人 只要你功夫好 又对旗主忠诚 就有机会 做一名亲兵 那怎么又说皇上家不讲理呢 如果在下午期当中啊 有人被看中了 选为亲军 那好办了 直接先抬级 从下午期抬到上三级 再进入亲军队伍 也就是说这八旗当中的人才啊 得保证中央集权使用 亲军营 一共啊 有1770人 属示威处的领示威内大臣同名 下设77个军官 这军官叫什么呀 叫亲军校 或者是属亲军校 在清代的时候 这官职前边加个属字 很麻烦 很难解释 它并不是副职的意思 它字面的意思啊 就是啊 你要干这个官的工作 但是你的官匠还不是这个官职 这件事啊 他听着就很绕 虽然不准确 但是差不多 有点代理排长的意思 简拔这些军官的标准 和简拔亲军是一样的 都是从上三旗当中挑选 香黄旗25人 整黄整白 各26人 皇帝出巡 这些亲军随侍卫行走 一旦安营眨寨以后 素卫黄营 并且呀 还得安排这些亲军 做流动哨 这亲军再往后啊 哎 那就是前锋营了 入关以前啊 最初这个前锋叫什么呢 前锋啊 叫巴雅拉营的哨兵 这名字听着挺有意思啊 广听名字 不知道细节的 还以为是一支法国军队呢 到皇太极的时候啊 就把这名字改了 改叫做什么呀 叫嘎布什贤超哈 这应该啊 是一句蛮语 其实啊 就是前锋的意思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前锋营的士兵啊 是在萧綦营当中减拔 比起侍卫和清军来范围稍稍的放宽了一点 他不只限于上三期了 但是仍然只是在巴西满洲和巴西蒙古当中挑选 没有巴西汉军的事 这前锋营不但是皇帝禁卫军中的一部分 在皇帝大操和大跃的时候啊 还负责搞气氛 第一个检阅的就是前锋营 在皇帝大跃之时 也就是阅兵啊 这前锋营先出来 第一个项目啊 就是排马对冲 就和战场上啊 真的冲锋陷阵一样 那这暴徒上烟的可精彩了 那我估计这 这皇帝要是站得远了啊 也得弄得一身土 要是站得近了啊 那鼻子挖上可能都是土 在皇帝出巡的时候啊 皇帝大营以外的 所有的布控名哨暗哨 全是由前锋营掌控 作为正规军队 前锋营还要按月操演 每月必须操演六次 他们在自己所属的轿场当中啊 每月的六次都是练习什么呀 布射 也就是站在地下射箭 并且每年啊 还要搞三到四次的骑射演习 每隔三年还得经过一次严格的考核 不行啊 您就刷下去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调甲 不但如此 所有的前锋营将士 还都要单独练习一种技艺 那就是鸟枪 其实啊 练习火器都是汉军的事 不过呢 为了加清前锋营的战斗力 皇上决定啊 让前锋营也必须练习火器 在前锋营之后啊 那就是皇上身边最后一支禁卫军了 这支部队啊 叫护军营 若关以前啊 这护军营 它也不叫护军营 叫巴雅拉营 刚不是说了吗 前锋营叫巴雅拉营的哨兵 也就是啊 这护军营当中精锐的意思 顺至17年的时候 把巴雅拉营的哨兵定为前锋营 这巴雅拉营呢 就定为护军营 从此啊 这两支禁卫军 才有了正式的汉名 挑选护军和挑选前锋一样 也是从巴奇满洲和巴奇蒙古当中挑选 要是华尔在北京的时候啊 这些个护军负责紫禁城内外的守卫 咱们聊北京城治安那集 不是说过紫禁城内的堆拨房吗 那些个堆拨房里住着就是这些护军 平时在卡子门上负责击查出入的行人 到了有朝会的时候啊 就负责场地的安全 说白了啊 有点这个禁城内外巡警的意思 书说到这儿啊 清代皇帝身边的禁卫军 咱们就算讲完了 有多知多懂的好朋友就说了 不对吧 那像虎枪营 扇浦营 云明园 巴奇护军营 这不算皇帝的禁卫军吗 这些个兵啊 说实话和咱们今天讲的呀 还是有区别的 到了明天呀 咱们得细细的掰扯 所以说呀 这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到了明天呀 咱们得说说这皇上身边的 特种兵